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来听NDO 是不是 不是来听NDO的 是来听如何讲NDO的 你看 我做这行 做了二十多年 NDO就好像我的血里面这样 在我的血液里面 以前没事有事都NDO 有事没事都NDO的 以前我 基本上每天都在谈NDO 而且每一场谈都不一样 因为人一直在改变 是不是 你人一直在改变 然后你谈的人也不一样 所以NDO对我来讲 从来都不是一个 需要准备的东西 从来都不是的 要谈马上就可以谈 马上就可以说服人 不过这一次不一样 我发现到我很久很久没谈了 因为在做的岗位 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我如果是直销商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谈 因为我通常都会用NDO来启动一个人 我要问你们每个人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们觉得NDO比较重要还是OBB NDO和OBB哪一个重要 骗不到你们 我问你 如果OBB你能够说服一个人 你得到什么 你得到一道 是不是 你卖一道产品 不过你知道 如果NDO你能说服一个人 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得到一个对的人 你看 当然我所讲的是要说服 是不是 要让他知道 这些点是关键点 这些点是这个行业里面重要的点 要是我能说服一个人 在NDO的话 他会变成一个对的人 或者说他想要成为一个对的人 对不对 至少 至少知道什么是对的 他至少要知道 怎么样去做 你看 刚才我就跟我刚才讲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个月 上个月我们会有 突然间有一个爆发上的业绩 产品已经出来两年半了 然后第二代老师讲 我在台上也没有怎么讲清楚 我也自己带而已 然后没有什么东西 我要讲 又不想讲 又不想讲 又不想讲的那种情况 其实也没有讲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爆发性的一个结果 就因为人 是不是 关键就是在人 所以你把人 对了 你的组织 强大 你的人都是对的 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 我怎么样把人 这是我以往 我是怎样 想要把人 弄对 我就是用NDO 那么NDO有几个点 你们懂吗 刚才你们进来的时候 我在那边写 是不是 等一下我跟你们讲解 为什么我这样写 NDO有十个点 然后这个十点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基本功不可以变 基本功就是基本功 我发现到我们公司也好 我们有时候我们一些部门 在把一些讯息放上网的时候 他们写的东西 他们没有去 有时候没有去探查清楚 就写说 哇 总裁谈一个新的NDO 如果有一个新的NDO就惨了 我跟你讲 所以每个人就很期待 哇 有新的NDO可以学东西 还是那个NDO 不过这一次我改一点点 改一个 改其中一个原则 这样而已 那么 我是觉得今天你们来 今天只要能够踏进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都是必须要在这个月份里面 谈NDO的人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设计 我们觉得这个决定 是全世界最对的决定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以往我台NDO 每个人在听 以往我台NDO的时候 每个人就坐在那边听 不过今天我台NDO 每个人在学怎么讲 那个是两回事 是不是 那个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 你知道今天完了过后 在这个月 接近200厂NDO 接近900到过千的讲师 就是你们 这是在业内 或者不要说业内 在这个整个 所有的这个商业里面 企业里面 不要说直销企业 任何企业里面 从来没有看过的 是不是 一次过有整千个讲师 在同一个月 主讲接近200厂的课程 这个需要给VVV一个 最热烈的掌声 真的 需要给你们一个 最热烈的掌声 那么这一次来NDO 我会分成五个讲师 还有一个指挥 刚才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指挥的动作 我在做指挥的责任 就是指挥的责任 就是前面问好 报告一些好消息 讲讲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他有时指挥的 那个要谈的东西 甚至比讲师还多 是不是 通常我们的培训会 如果我做指挥的话 通常我占据的时间 接近一半 另外五个讲师 谈剩下的一半 所以指挥是整个 我们叫指挥 整个乐团的指挥 重要不重要 重要 今天在这边 至少会有两百个指挥 会被选出来 是不是 你们就要知道说 怎么样暖场 怎么样让人家 不会感觉不舒服 这个就是指挥的一些工作 不在还没谈NDO之前 老实讲了 NDO其实我也不需要谈太多 为什么 因为2014年我有谈过一次 是不是 我跑16场 你要知道 你去YouTube带领文宏NDO 很多人放上去 我跟你讲 很多人放 不然就在 就在counter有的卖 是不是 你去看 我当时我们累计的这个十个点 接近五个小时 接近四五个小时 差不多了 五个讲师 四五个小时 一个讲师 差不多四十五分钟 一个小时 OK 里面的资料 其实已经足够 已经非常足够 只是一些数字需要改变 比如说当时我们只做五亿 现在我们要讲 我们做六七十亿 在2014年之前 我也有谈过一个 咱们是几时 你懂吗 你记得吗 那是我们跑几场 在马来西亚而已的 应该是六七场左右 六七场左右的 然后当然这边有很多 我们的老伙伴 当然老伙伴不代表 他们是老的 我们有一些配合 很久的伙伴 那么我每次MDO 我跑几场 他们就跟着我跑几场 忠实的观众 就坐在那边 好像今天你们这样 冒着生命危险来 不过今天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讲 在MDO之前 我一定要讲 反正今天 都是我们的时间 是不是啊 我谈到晚上十二点都可以 这是自己的地方 是不是啊 又不会给人家赶 OK吗 所以给我讲一些 个人的私事 可不可以 讲到私事 每个人都很兴奋 这种人 好了 然后最近我有些改变 最近有一个相当大的改变 虽然外表上 现在还看不出 不过 我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大概过去 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 我整个人的 我整个人的 饮食习惯 我整个人的 睡眠习惯 和 运动量的习惯 是完全 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刚刚一个星期而已 其实一直很想要去 做一些东西 因为我发现到人啊 有时年龄越来越大 到了我今年大概 幸灾乐火这个人 今年我四十五 四十五了 马上就要五十岁 一眨眼就五十岁 就像拿豆浆 马上 已经五十岁 就发现到说 可能人性就是如此 四十岁会有一个想法 五十岁会有一个想法 六十岁有一个想法 对不对 所以叫做什么 三十而什么 四十而什么 五十什么 六十什么 对不对 开始到接近五十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就很想去做一些 以前我不敢做的 或者说一直想做的 但是没有机会做的 当然也不需要花很长的 很多时间的那种 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Tom Cruise的视频 你们听过Tom Cruise吗 Tom Cruise啊 那个不可能任务的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的那个 他这个视频呢 就是在讲什么呢 他在推广他的最后一部 Mission Impossible的Fall Out 就是最后一部电影 叫Fall Out 那么通常在美国 他们要推广这些电影 他们就会上一些节目 是不是 在上节目 那些节目的那些观众很多 所以他们就会帮忙推广这个 会把他票房拉高 那么他就选择一个 Night Show的 就是晚上的一个节目 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节目 来推广他的电影 然后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是Tom Cruise的 我这样看 我感觉他们是好朋友 就是认识很多年 然后关系非常好的 私底下他们就在做什么 就在打赌 应该是打赌某一些东西 然后呢就 他的赌局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输 就要去跳伞 就要跳出飞机 就是我们叫什么 Skydiving Skydiving叫什么 就叫跳伞 就叫跳伞 不是跳楼 跳伞 跳伞本身是一个非常 正规 或者说我们讲说 非常专业的一个 一个活动 一个运动 你要去考的 你懂吗 如果你要去跳伞 你要去考的 很多人喜欢 那种一开起来 有翅膀的那种 飞那种 那种你没有跳 不用多少次 你是不可能可以 飞的 你必须要跳伞 跳很多很多次 你要去考 他还有笔试 还有口试的 不容易拿了 他的来生 要不然的话 你就要被绑在一个 教练的前面 他们就要去 这样很明显的 就是那个主持人 那个Tom Cruise的 那个主持人 输咯 所以他就要 必须要去陪 Tom Cruise跳伞 整个视频 就在讲他们的 这个跳伞的过程 我是觉得 超好笑的 因为这个主持人 就比较胖 就比较胖 然后也是第一次跳 他必须要先 经过一个 这样的一个 课程 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课程 就在轮板上 在这样 在轮板上这样 然后 Tom Cruise在过程当中 就一直在作弄他 然后他又很害怕 一直到上飞机 飞机开始起飞 的那种念 的那种担心 一直到这个飞机 到了一万尺 高空 必须要 一万尺高空 过后我们就必须要 用氧气了 人 我学过飞机 我知道 那么 过了一万尺 应该是在 一万五千尺 左右跳下来 然后他就被 绑在前面 那个人身上 然后他就 讲了一句话 我是挺 挺有感触的 他就说 为什么他跳 那个肥的 那个主持人 就讲说 为什么他跳 他需要穿那种 很像傻的那种衣服 整件的那种 不要拉起来的 蓝色的那种 难看的那种 我们叫 jumpers 是不是 叫jumpers 为什么他 要穿这样 为什么 Dom Cruz 跳 他只是穿一件 长袖和 牛仔裤 就是说 这是 就是说 时常跳和 没有跳的那种 差别 一个是比较 就是有考过 他可以随时 跳一个人的 跳的那种 然后到最后 两个人就跳了 跳的过程 那个人就 要飞出去的时候 出话全部出来 所以你听到 他声音是 它是有 我们讲 是有 是有 是有消音 对 他就在那边 被推出去 一推出去 Dom Cruz 跟他一起跳 然后Dom Cruz 在空中 就也有 作弄他 在那边 翻金斗 笑 看着镜头 哈哈 哇 翻 哇 这个 那一幕 让我有很大的感触 非常非常大 我说 人家 人家年龄 比我大 真才保持 这样好 当然 他是他的专业 他是做演员的 不过我们也有 我们必须要 维持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我们算 也怎样讲 也算是一个公众人物 是不是 我看了 他可以在自由自在 天空中飞 翻金斗 我就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感触 后来我就看到 Will Smith Will Smith 那种是谁 那个黑衣人 那个Man in Black 的黑人 那个黑人 他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 很伟大的一个演员 他甚至是可以去竞选 总统的资格的 这个人 就是在演艺圈里面 很多人都是很尊敬他的 他到了五十岁了 他跑去跳伞 这是他人生中最怕的事情 然后他跳伞的过程 过后呢 当然他是被绑在 人家的前面 然后跳的 非常安全的 然后 过后呢 他就有 悟出很多人生 哲理 然后我听 听他讲 哇 我是觉得又好笑 又感触良多 然后我突然间 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想去跳 当然 这是想法 就是我就去 我就去谷歌 我谷歌 到底一个人 要跳多少次 才可以一个人跳 他就出来了 要跳二十五次 还要去考一个来生 还没跳哦 我还在陆地上哦 整个心就 哔哔哔哔哔哔跳了 我还没到五十岁吧 是不是 我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去催眠自己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要讲的是什么 当时我们有一次 我们去哪一个国家 我们有跳 纽西兰 我们去纽西兰的时候呢 就有一群人跑去跳 这些跑去跳 当时我们高峰会议之前 我们都会去游览一些地方 以前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跑去跳的时候呢 问我要不要跳 我说我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有会议 我会议很重要 你懂吗 我是指挥 我是主持人 等一下我有什么三成两短 很不负责的 你懂吗 其实他妈的就是怕了 当然那个时候压力也是 真的真的 当时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那么 通常会议之前的压力都非常大 你们有 主讲过会议 你们应该知道嘛 是不是啊 会议之前的感受是这样的 你根本都睡不着 吃不下的嘛 是不是啊 不可能 吃得着 睡得着 睡得着吃得下的 不可能的 所以状态也不是那种 哇 想要去玩的状态 会议过后就可能 会议过后状态是非常好的 懂吗 哇 你的人生是 哇 我很喜欢会议 这样的会议过后 我一个人开车回家 哇 享受那个一个人的那种 哇 觉得自己很伟大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真的 我们通常 讲完课的感觉都是这样嘛 尤其是你影响到人了过后 哇 你感觉很好 尤其是那种 Galadina 算万人的 National Stadium 那种 哇 讲完了过后 我很喜欢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东西 过后直接我就一个人 我可以思考很多东西 而且那个时候的 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说会议过后可以 我可以去跳 我绝对赶的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你是无敌的嘛 是不是啊 不过每次会议过后就直接回 没机会跳 所以就一直这样 甚至那时候Andy跑来 跑说 Andy说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天他有提醒我 说 那天他想跳 结果给我说服 他不要跳 我说Andy 你是有家的人的嘛 没有老婆孩子的 万一什么三残两短 万一你高血压的心脏病爆发 他就不跳 结果我自己不跳 我一定要拉人垫背的 所以他遗憾到今天 不过五十岁还没跳 OK好 不管怎么样 我看到这一幕 我就说 好 就算我现在敢跳 我 我的身体也没办法承受 太差 太差 然后最近我就 就是说 你看 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对啦 我们有吃这个吃那个 不过我知道 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我一天单单喝咖啡 我的包里 我的包很小而已 我出国去哪里 我的包都非常小个 这样小个 非常小个而已 我可以两个星期 就靠那个包 就是我的行李箱 我喜欢青庄上证 这么小个的东西 里面肯定是 越少东西越好 是不是 我就会很注意 我要带的东西 没有必要的东西 我是绝对不会带的 不过里面肯定有咖啡 那一包一包的 雀巢的咖啡 我只喝那个 糖分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甜死人那种的 我一天二十多杯最少 每天 而且不是 最近 从我出来社会工作过后到今天 我以前在做直销的时候 在咖啡店谈 在咖啡店谈 你觉得喝什么 每天至少二十多杯咖啡 十多瓶红牛 这样来顶 二十多岁可以 是不是 三十多岁 没有问题 我们 mind over body 我每次讲的 不会生病的 然后生病之前 你要跟自己讲 不可以生病 不可以生病 他不会生病的 你要思想战胜你的身体 我每次讲的 我每次讲的 屁话 真的真的 狗屁 年轻的时候可以 到了四十多岁 哎呦 要弯过来 拿东西 开始难了 是不是啊 一开始说 东西掉了 然后下去 哎呦 你没办法下了 爬楼梯喘了 我爬这个楼梯上去 上到上面 等一下 喘 太久没运动 是不是啊 然后饮食 睡眠 这是吓死人了 真的 我是做夜班的 你懂吗 夜班就是早上 才睡觉的人啊 你没有到早上 你不甘愿上床啊 习惯 是不是啊 烂习惯 没办法 我谈人谈到五点了 等下回来做我的东西 都已经天亮了 每天都跟我妈妈讲这个 那么最近我就突然间 看了这几个视频过后 觉得说 我需要一个环境 我需要去接触 一些健身的人啊 疯狂健身的人啊 我就找到几个 以前的一些朋友 联络他们 见了面 两个人 跟我也见了面 聊聊聊聊聊 马上就有环境了 当场 就在一个礼拜前而已 当场 我说好 我们现在开始 当场 你看 他还没出现 就是说 那几个人还没出现的时候 我一个人的时候 你怎样都没有力量啊 没有说 啊 要去做这个东西 你知道那个痛苦是怎样的 你知道的 不过 我一接触了过后 人就是环境嘛 人 一聊到那个话题 你就开始 里面又有这样的意愿 最重要了 我有这样的意愿 我那个决定 马上就可以做 他说几次开始 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你叫我吃什么 我吃 你叫我做什么 我做 我就是你的产品 我现在已经不是人了 我是产品 就是一个礼拜前到现在 无糖 无油 什么鬼都没有 所以我现在脑筋 是不清楚的 没有糖 他之前有跟我讲 他说 你没有糖 前面 你突然间不吃糖的话 你的脑会不清楚 脾气会暴躁的 他说 不过你应该不会 他讲 我现在不然就觉得 会有一点 就是 你很难想东西 不过这个是暂时性的 是不是啊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时候他又讲说 你四号有一场课程 我三号还有一个高层的会议 昨天CNB meeting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会议 你需要会议过后才开始 No 现在开始 你看 一有环境 马上就有这样的动力 是不是啊 然后就经过不是人的生活 然后就 哇 要去做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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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 吃这个东西 然后每天 我 这个水啊 大瓶的水 这是一 一公升的吗 是不是啊 1.5 比这个还有大 还有一个大 更大的 的包装 还有一个更大的 对不对 我每天喝四瓶 咖啡也没喝 那么吃的东西 第一个出来 可以吃的东西啦 讲到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的是米粉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吃米粉 直属 粉粉的东西 现在我吃东西就像 挤进嘴巴的 懂吗 挤进嘴巴吃 硬硬吃 每天早上 大概有 二三十粒的保健品 当然里面 肯定是有Bertia 每天早上 人家吞那个肉 硬硬吞 每天都运动 睡眠十二点之前 我一定睡觉 八点我一定起来 所以现在我就是这样 然后 前三个星期 就拍了一张照 他说你要先拍照 OK好 他说你要换一些衣服 因为我每次都是这样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OK好 我就在我家 我就回房间 我就换一件短裤出来 轰着肚子这样做出来 他看到我 不习惯的 这样穿穿 把那个裤子卷起来 就拍了一张照 哇天哪 从来没有看过 我脱衣服拍 没有人脱衣服拍照 对吗 我又不是那些网红 要用摄像 没有啊 我自己看了过 我下面发一个字 足 我昨天给高层的人看 你不要以为我会给你看 不可能 所以我将会一直这样 五月底 你就看到我 可以做很多 三年前我做过一次 三个月 就瘦很多 十七公斤 这一次 我四个月 走极端路线 把自己当作是产品 不是人 就是你要怎样就怎样 来啦 就是你要安排一些人 你要去聘请一些人 来对你做 给你指示 然后我们就跟从 跟从比较简单 是不是啊 什么自发自 那种比较困难 跟从的那种 吃什么 听从 跟从 到六月的时候 我必须要是另外一个人 完蛋 完蛋 死定 死定 不过我刚才看到那张照片 你们觉得怎样 所以V-Way人 很多都是害人的 OK吗你 OK 因为你高 所以没问题 我给这句话骗到 就是一直这样 什么鬼都吃 什么鬼都吃 好像御恩有时候 跟我们一起吃饭 他看到我吃 他就 他会给我这种脸色 他会 老板 如果你吃这样多这个 我没有理他 照吃 不过现在 现在我吃的 应该是最健康的 在这个房间里面 是不是 应该最健康 我今天带我自己的食物来了 只要有会议 还是课程的时候 还是有什么 我都是 早上七早八早 就做 叫我的佣人怎么做 做了过后 打包一盒一盒 我刚才拿我的 那几盒 上去楼上 当然 我这个只是一个 我是在 我怎么应该懂得讲 我 我没有 你们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你们 做这些事情 不过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参考一下 五月底 我肯定只有我一个人在笑 看几个要陪我一起笑 昨天那些高层也是 应该是给我逼到 后路走 OK 好了 NTO 回来NTO了 我们说 NTO有几个点 十个点 对不对 第一点是什么 为何做reway 我现在改去 为何做reway 那么 第二 到第七 就是容易记得 是不是 好 所以跟我一起讲 两个观念 三个秘诀 四个条件 五个原则 五个不懂 七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懂得讲念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点 那些点也要记得 我告诉你 我一直以为很多人都在谈NTO的 所以我这么久没有出来谈NTO 因为NTO 在市场上的NTO 我们在市场上做 你们在市场上做 做了一段时间 你们的NTO一定会比较精彩的 因为你们的例子会很新 结果 那一天我跟五个飞马坐下来 在新年的时候 五个飞马坐下来吃火锅 聊到七件事情 他们不懂哪七件事情 我说五个都是飞马 我的天哪 原来很多人不知道 我还好这一次有NTO 真的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每一个东西 它都有一个目的和关键 在里面 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关键的目的讲出来 而且必须要让人听到 证明我2014年的某一些东西 有些人听不到 或者单单看视频 要讲到目的的时候 他跑去拿一杯水 没有听完 所以你们首先回去过后 第一样事情 你要听回我以前的 就算你听完今天的 你要听回我以前的 今天我当然会讲一些 尽量可以加一些新的东西 我加一些新的东西 我也尽量不要去改变太大 第八点是什么 如何两年坐飞马 第九点 如何做深度 这个是很重要 很关键的 会被大 组织能不能够壮大 这是看如何做深度 然后最后一个 之前是梦想 梦想通常我们都很比较说 梦想都会比较难 只是我跟培训部 那时候就讨论的时候 梦想 其实理想和梦想有没有差别 差不多一样了 是不是啊 我的理想是要当一个医生 我的梦想是要做一个医生 差不多一样 不过理想 感觉上你会比较 会去达到 是不是啊 你需要 它是比较理性的想法嘛 和你做梦想的 那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第十个点改成 建设理想 就是说不但要有理想 你要去建设它 所以你看 单单这些主题 其实很好发挥了 很多东西可以讲了 我要讲梦想 我要讲理想的话 我有很多东西 我有很多资料 我上网找也好 我看书也好 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资料 可以帮我谈这个主题 是不是啊 或者说看回以前 Rivray的一些领导人 或者我的一些视频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这一些 主题的谈法 你就可以模仿 那么你就可以复制出来 是不是啊 所以这十点呢 不但要记得这十点 你要记得里面的一些 里面的一些点 比如说两个观念 哪两个观念 长远的想法 百分之百复制 这些你要马上就 叮咚出来的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那边写 我在那边写的时候 它就是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这样写出来的 所以我今天我的要求 对你们的要求 不单单只是懂 不单单只是记得 我还要你们能够写出来 加加起来没有超过 百多个字 是不是啊 百多个字 你不要跟我讲 你不会写 才百多个字 我没有叫你记两万个字 没有啊 百多个字而已 学写 你至少学会百多个字 当然我是对那些文盲讲的 对那些文盲讲 去学怎么写 好了 第一个点是什么 为何做日以为 对了 为何做日以为 这个是一个很 通常我讲为何做 以前叫做为何做直销 我会怎么讲 你们还记得吗 我会画graph 对不对 首先我会介绍 这个人叫 Robert的亲戚 Robert Kiyosaki Robert Kiyosaki 他就有 在他很多书本里面 就分类 人有四种收入 就叫ESBI 是不是啊 他有一个这样的 收入的 我就用那一个东西 就是我在借力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讲话 我们借用 我要讲某一些 关键的时候 我会借用别人的名字 我会先介绍 Robert Kiyosaki 他是一个非常 出名的作者 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退休 是非常一个成功的人 那么他对这个 他本身也是一个 非常出名的讲师 那么也帮助到 很多很多人 你看我在做什么 介绍 通常我会先介绍 就好像比如说 我每次我要讲某一些话 某一句话 就像我们讲说 你要了解自己 这是我 我跟你们讲说 你要了解自己 那是我跟你们讲 是不是啊 通常我都不只是这样 我都会讲说 在几千年前 在古希腊 有一位很伟大的老师 很伟大的哲学家 叫做苏比达迪 在他有生之年 那么 他时常跟很多人 就看到很多人 有很多问题 就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人 有这么多 思想上与情感上的问题 来 在还没去世之前 他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可以 到了今天 经过几千年后 到了今天 还可以向着 整个社会文明挑战 到底讲的哪一句话 这么的伟大 经过几千年后 还可以向着 整个社会文明挑战 他讲什么 他讲 你要了解自己 你看 有没有差别 我抵押他 我刚才在过程 我就在抵押这个人 我在推崇这个人 然后 才讲我要讲的话 你要了解自己 相差十万八千里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讲的话 那个距离很靠近 就是我跟你之间的距离 很靠近 我没有什么姿态 而且我讲了这么多 你也不会 多一句而已 所以关键我要讲出来的 那一句话 我们之前一定要先思考 我们要怎么样去 de-up另外一样东西 de-up一个情况 去推崇另外一个 人物时代也好 然后才把那句话讲出来 那个效果是完全 天差地远 那时候 其实我的目的是要 讲graph 我是要画四个graph 打工的 自顾人士 生意的 然后指销 我是准备写 画这四个graph的 不过我这样直接画 很奇怪 我就会拿 想一下 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人 出名的人 名人 富爸爸 穷爸爸 谁没有听过 每个人都听过 rich type product 这个人可以借用 他有这样的想法 他ESBI 我就可以拿来 做一个开场白 然后进入我的graph 里面的细节怎么讲 你可以去看我2014年的 我今天是要 讲为什么 我会这样讲 所以你们就知道说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经验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故事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一套 跟人家讲 为什么你要做reway的话 不要只是这样直白地讲 你要去设计 思考 我要讲这个东西之前 我要怎么更有效 我之前要放一些 什么东西进去 我要借什么样的力 来讲这个东西 明白吗 这样讲还可以吗 可以 第一个 为何做reway 我这次没有画graph出来 我本来想做graph的slide 我做graph的slide 是非常非常快 不过 原本啊 原本 我也想要做下来 跟你们讲要怎么做slide 怎么做这个slide 这些slide都是我做的 而且是昨天晚上开始做 这些slide 等一下你会看到的这些slide 全部都是 我last minute做的 因为我做很快 你知道为什么 我可以做很快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时常做 因为我时常都在做 我的课程 我讲课 没有人可以帮我做slide 我也不会依赖人帮我做slide 你看 这个是这个行业的其中一个关键 就是我筹备 我筹备 课程的资料 我筹备课程 怎么展示出去 你都必须要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 都是准备来这边成功的 同意吗 成功 容易吗 成功容易吗 不只是不可以用容易 或者不容易来形容 它不可以用不容易来形容 它是非常非常少数 你要非常非常地自律 你要非常非常地好学 非常非常负责任 你都未必可以成功的 同意吗 都未必的 所以某一些东西能够 你知道说 我花一点时间我可以学到的 就去学 原本我是要在这边示范给你们看 graph是什么 我做graph的时候 它怎么样 它的线怎样跑出来 它的这个东西怎样跑出来 我要给你们知道 我到底做多快 原本是这样的 不过刚才走过去 看了一下时间 不可以了 我后面还有十点 所以 无论如何 我没有做slide 我可以画出来 可以用画吗 这是一个OHP 这个OHP 我这样 它有两个input的 这个input它就变成 OHP 我手很老耶 上痕累累的 OK 刚才我讲的 就是ESBI E就是打工 employment S就是self-employed B就是business I就是investment investor 就是四种不同来源的收入 人有四种收入 就是ESBI 我就根据这一个 成那四个曲线图 我就画了那四个曲线图 这一次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这样讲 我会说 为什么要做reway 对不对 这样如果不做reway 你可以做什么 如果不做reway 你可以做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不做reway的话 有第一个东西可以做 就是打工 对吗 打工 就是 我去找一间公司 讨一份工作 就是拿一份薪水 这个就是打工 那么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打工的话 关键不是 去做工作 关键不是工作 关键是 如果我走这条路 我会有什么结果 同意吗 如果我走这条路 我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过程怎样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个结果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如果不做reway 你能做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打工 我们来分析一下打工 这一次如果我讲 我会这样讲 上一次我讲 我不是这样讲的 我不是这样代入 打工是怎样 比如说 这是你的收入 这是你的时间 那么我们讲说 不要讲那个人 我们讲一般 大学毕业的人 大学毕业生 一出来社会 收入大概多少 千多两千 两千三千 对不对 要看他读哪一科 也要看他能不能够找到工作 主要还是这个 如果找到工作 两千多 在新加坡是这样 两千多新币 不错 一千多新币还不错 因为新加坡的生活水准比较高 就是大概一万 出人民币 一万多人民币算高吗 在中国 算不错 算高 所以新加坡算是普通 所以比如说 这里是两千 比如说他两千五了 这是他的收入 两千五百块 大学毕业是几岁 二十四五岁 对不对 二十四五岁 比如说我讲 他二十岁就毕业 就是我们要讲的比较 就是说 让他无话可说 就是说人家二十四五岁毕业 我给他二十岁就毕业了 就是说我要强调 这个人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人 他二十岁就毕业了 大学毕业 这不得了了 也就是说 当他找到一份工作 两千五的话 这个就是他的 开始点 是不是啊 他的开始点在这里 这个就是开始点 比如说 他在这间公司 一直不停地做 做到退休 退休年龄大概几岁 六十六十五 七十 五十五六十六十五左右 我们说比较好算 六十岁 那么在这个公司里面 奋斗了四十年 在公司里面奋斗了四十年 他的薪水会不会涨 薪水一定会涨 那么会涨多少 根据他的表现 根据他有没有升职 不过通常这位升职 都会 那个薪水肯定 一定会越来越高的 肯定的 那么 那么 比如说 到了六十岁 他一定会更高 你们觉得会多高 十万有可能吗 新比 十万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看过人家的收入 是十万的 薪水 薪水 薪水有没有 没有 利费很多 员工都很多 OK好 那么 不可能的话 不可能十万 五万呢 五万有 有人讲五万有 好 我们不要去反驳人嘛 那么好了 五万有 你认识几个 这很重要的 你只是听说 还是实际上有 你看过 这样的人 很多都是 听可以嘛 是吧 通常我们讲 有两万的收入 新币 你懂他要担任 什么样的职位吗 他担任的职位 是非常非常高的 责任非常大的职位 同意吗 他才可以 那个两万 新币的收入 人民币要十万 马币要六万 那是很大的 所以我说 就算拿两万 你看我在讲 我原本是想写两万的 我就想写两万的 不过我不会这样 写两万下去 我一定会 他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他要很大的职位 我会去强调 刚才那一个 两万 K是签 签的意思 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OK好了 这个就是他的终点 是不是 退休了 然后他的这个 写线图是这样 这就是结果 同意吗 同意吗 没有T&D 你们没有T&D 那是错的 这不是结果 结果还没完 结果就是到了这边的时候 这个箭头往下 是不是啊 因为你退休过后 还有没有可能每个月 零两万呢 所以还没有完嘛 是不是啊 所以他的写线图是这样过去 这样下来的 这是结果 OK 而且这个会是 最好的结果 这是最好的结果啊 为什么这是最好的结果 几个原因 第一 你要确保这家公司 40年还在 容易吗 不容易 任何一个时刻 公司会不见 超过十年的公司 一百间里面 只有一间 一万间里面 只有一间啊 超过十年的公司 一万间 只有一间 他的概率是 99.99%啊 你要遇到 懂多难吗 他跟中码票 差不多一样嘛 对吧 万分之一是不是中码票 是不是中彩票 四个字嘛 我们通常 彩票是不是四个字的 这个不错啊 这个 这谈法不错 彩票四个字 就是说最多 9999个号码嘛 对不对啊 你要中其中一个的 那个概率 是不是99.99% 没有没有 就是百分之零点零一嘛 是不是啊 你要能够 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十年 他的概率是 百分之零点零一 因为很少这样的公司嘛 四十年呢 比中码票还难 是不是啊 比中彩票还难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原因 好 第二个原因就是 你要确保 你的公司 要你 四十年 是不是啊 任何一个时刻 他把你拆掉啊 如果他的公司 没办法经营 是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你拿两万 是不是啊 而且你的知识 是四十年前的知识 在我请两个大学生 五个大学生 十个大学生 跟你差不多一样 他可以顶你一个 哇 你的危机 越老就越危险 是不是啊 会有危机 你看 这会是我们 如果走这条路的 一个结果 结果是这样 所以说任何一个时刻 公司导 任何一个时刻被裁员 他在这个时刻 他被踢出去了 他需要寻找多一份工作 通常一般薪水比较高 还是比较低 为什么会比较低 因为你的需求比他的还高 是不是啊 他可以选 你没得选 是不是啊 所以呢 通常一般都会掉了 他掉了 如果可以的话 他就这样继续上哦 然后呢 又被裁 公司又倒 又掉 然后又慢慢上了 是不是啊 然后到最后呢 又掉 这就是打工的结果 是不是 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后面很多同事 他们听了 好像是真的 老板你很有说服力 我被说服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般外面 我们打工的情况 是不是啊 他们自己本身 心里清楚 清楚什么 reway是非一般公司 为什么reway是非一般公司 他不是 他不是嘴巴讲而已嘛 是吧 我们是非一般公司 我们就是非一般公司 不是的 我们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同事 每三个月都有incentive 你们知道吗 我们就会拿业绩的一部分 一个百分点 一点百分点出来 然后呢 出来分 然后基本上平常 如果ok不错 两到三个月都可以的 就是两到三个月的收入 的incentive 比如说他一个月赚两千 三个月 每三个月有一次incentive 都是大概二点多 有时一点九 比如说一点九的 就是二的意思 比如说二就是两个月的收入 就是他可以拿四千块 就是说他做三个月 他拿五个月的工钱 ok吗 有这样的事情吗 每三个月分花红的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 是不是非一般公司 这是其中第一个点 还没有 还没有 厉害的在后面 你知道去年 给多少花红吗 你看 我有一个朋友弟弟 最近刚刚跟我讲 我一个朋友 他的弟弟 在台湾 他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在台湾大学 读完大学 读了一个生物科技 厉害吗 有需求吗 现在 有 很有需求的 读了一个生物科技过后 就在台湾找一份工作 那么做了一年多两年 离开那样公司了 为什么离开 做到没日没夜第一 没日没夜 而且薪水是非常非常低的 做到一年过后 薪水也没有起 然后呢 他的花红多少 懂吗 你猜 零 没红包 没有花红 花红都没有 这是不是正常的 正常吗 正常的不可以 这正常的 你不要听人家讲说 哇 三个月花红 三个月花红 你不要乱乱听 很多公司 给了一大堆的理由和借口说 没有的 因为生意不好 甚至还埋怨回你 对不对啊 甚至还埋怨回你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造成的 他甚至会这样跟你讲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结果 我这个朋友 是怎样 结果呢 买一张机票 从马来西亚 去到澳洲 你要听清楚 他买一张机票 没有来回机票的吗 他只买一张 去了机票 去到澳洲 去到那边 不回来了 做什么呢 做建筑工人 做建筑工人 他说他的薪水比较高 跳飞机哦 然后在那边 住一段时间 有可能会拿公民 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啦 不过他会做这样的动作 你看一个大学生 找不到工作 这就是现实社会 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要求也不是很高的哦 肯去做建筑工人的人 不是建筑工人啦 建筑工人还比较高 高尚啦 搬货啦 搬货工人啦 过后呢 一看他大学生 表现不错 给他一个仓库管 管理仓库 肯去做这样的东西的人 算是OK 不错的人 对不对啊 他肯去 一个大学生 肯去做这样的东西的人 他肯找机会的人 那么没有 这就是现今 社会就是这样 刚刚的事情我听到的 那么你知道 Viva的花红多少吗 三个月 对 三个月 有大概10%到20% 我们播出去的 就是给出去的 大概10%到20%的同事 就是300多人里面 有大概30多个 还算CMT哦 大概30多个 那一天啊 34个月半 等一下 我一定要重复多一次 要不然你们以为你听错 多少 不是34个月半 不是 是34个月半 34 and a half 包括最后半年的 incentive 当然加进去 基本上他们是30个月 然后最后半年的 incentive是4个月半 加起来 那一天他们那个 check 那个letter是 4.5 当然不是全部 那么伟大的那些CMT 能拿多少吗 我再还没有见 我就是那天的会议 那天的晚夜 还没开始之前 我早一个小时 见CMT 感恩他们 今年的贡献 无论有没有贡献 他才贡献 是不是啊 无论有没有贡献 我是觉得说 人花他的时间在这里 他花他的时间在这里 我的看法真的是这样 等一下我给你们 多一个例子 他花他的时间在这里 他被摆上台 他被 我一讲这个人是总经理 你们全部都能去找他的 是不是啊 什么问题全部都能去找他 我知道的 我很清楚的 他就会产生那种压力 有没有处理 有没有解决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不觉得是一回事 没有问题 不过他产生这样的压力和责任 而还一直在扛着 单单这个 先不要讲做大还做不到 我很感恩他们 非常非常感恩 我讲了一些话 然后就给红包 然后就给红包 然后那时候 我给红包 我是给红包是吗 是不是啊 Livet的红包 好像是 Livet的红包 我就 自己去印 一张小纸 然后写那个树目 就是印那个树目出来 放他的名字 写谢谢 然后放在红包里面 然后一个一个给 一个一个给 没有人敢猜了 每个 平均 70到100个月 听过吗 没有听过 扫掉后面的铃都没听过 你扫掉后面那个铃都没听过 你怎么可以拿Rivet来跟他比 如果我讲了这些 你还会拿Rivet跟他们比 公司比 我说你真的有问题 是不是啊 因为谁会有这样的想法 很少的 是不是啊 你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吗 你懂那一天 我们员工播出去的 所有的花红 你懂多少吗 两千多万新币 想不想做Rivet的员工 想不想做Rivet的员工 很多人讲 哇老板 很好耶 我也想来你公司打工 会员 直销商 他讲这个话 我听到 我整个都晕倒 如果员工 我都播出去 两千多 照我 我在这里播出多少吗 三四十亿 新币 然后很多人没看到 他没看到这个 他看到那两千多万 这边有一百多倍的差别 当然你们想说 三四十亿 我都没拿到完 我又没有拿很多 那么你以为 这两千多万 每一个拿很多吗 也没有啊 你以这样的态度 你来这里 你也拿不多 同意吗 这边两千多万 你都拿多的那些人 在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你这在reway 他们必须要坐第一排 多压力 你都多少人不平衡 对吗 他坐在前面 他是同事 他是员工 他坐在前面 CMT 他是总经理 他坐在那边 彦桃看出话 你什么料 会不会有压力 当然彦桃不会这样 彦桃不会这样 我拿着他还做例子 我做了多少业绩 你知道吗 才可以拿到今天 对吗 因为我是直销商 如果我是领导人 我一定质问的 我一定质问的 我说 你知道我要坐在 前排的中间这个位置 你知道 我在市场上 多有影响力 你知道我知道 多少业绩吗 你跑来坐旁边 你是谁 你看 领导人都会有 如果我是领导人 不要说 没有 我们没有这样的领导人 不过我想象 如果我是领导人 我坐在那边 我不讲出来 我心里也会这样想 不过公司 还是很坚决的 把他排在中间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要承受这样的压力 是不是 很压力的 我随便放你 放在中间 你马上被这些人踢死 他不可以的 这里是 这里是成绩的 这边已经展现 每一根不同的成绩 成绩好了 一定要被显现出来 是不是 要不然就 弹劾竞争 弹劾荣耀 我们去做到 是不是 我们最看重这种东西的 非常看重 一点都不可以马虎 不过他们摆在中间 那种压力 你可想而知 非常压力 责任非常大 那种进步也会非常快 所以你看我们的很多高层 我们的核心管理团队 很多年纪轻轻 在这短短的几年里面 改变速度非常快 是不是 非常负责任 随传随到的 真的 如果你关系跟他好一点 是不是 当然你说 这样是靠关系的 多多少少要了 为什么 你在做指销 你在做这个行业 废话 当然要靠关系 人与人之间 根本就是这样的 你跟你顾客关系不好 看他会不会跟你买 你跟你下线 关系不好 看他会不会跟你 马上离开你 是不是 或者马上自立门户 靠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说 很多时候 我们跟上线的关系也好 我们跟上线的关系也好 我们跟公司的高层的关系也好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每次 看到他们的时候 哇一大堆问题 偷偷偷偷给他 他看到你都怕 以后 他去帮那些值得帮的人 他去帮那些 肯自己本身想方法的 他会觉得他出力的时候 他住在对的地方 是不是 住在最有生产力的地方 这当然啦 废话 你任何一个 你的组织也是如此 你在带组织的时候 你肯定把你的力量 放在最有生产力的地方 同意吗 这个人冷冰冰 你这边推一推 这个这么热 你不要带 听听听 点一下 它飞了 这边人冷冰冰 你一直在推 很没有生产力 同意吗 通常我们带一个团队 一个组织画出来 组织蓝图一画出来 我一看 这个 这个 我去点 咚咚咚 搞定 就是放在最有生产力的地方 这三个一起来 全部起来 你相信吗 这个就是组织 这个等一下后面我会讲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员工 会承受这样的压力 同事 打工而已 不过 来了reway一段时间 已经不是打工的态度了 同意吗 既然不是打工的态度 他们就不应该拿 这么简单的收入 是不是 这么简单的薪水 所以有在强调 不要 拿外面的公司 跟reway比 reway是非一般公司 对 所以我 你看 我要讲解 reway非一般公司 要讲这么久 所以我说 ndo如果真的要谈 谈三天谈不完 因为例子多 你会延伸到这边 你会延伸到那边 所以你看 它有很多变化和不一样 不过我玩了过后 我会再讲多一个 让你们知道说 怎么把它简化 好了 这个是打工 那么当然 主要的 画这个东西的主要关键 就是要你们注意 这个 sorry 注意这个 简头 它的简头到最后是没有 是不是 简头到最后是没有 好了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是自雇人士 自雇人士 就是英文叫做 self-employed 自雇人士 自雇人士 self-employed self-employed 是什么 就是说 他出来 他不要拿薪水了 他选择不拿薪水了 他做一些 commission-based的东西 就是佣金的 他要拿佣金 或者说 他要做一个小生意 有些小生意 是被纳入 self-employed 就是说 开一间店 卖衣服 有可能是self-employed 或者说 开一个摊位 卖吃的 那种算是self-employed 就是说 他的成本 没有这么高 他不需要人才 他不需要 专业人士 他自己本身 可以搞定的 一个生意 律师打一场官司 可不可以赚钱 可以 这些都是 算是自雇人士 就是可以靠自己的 花自己的时间 靠自己的努力 去赚 他要赚的钱 他不要人家 帮他写他的薪水 通常打工的话 就是老板写你的薪水 对不对 那么自雇人士 就是他自己本身 写他自己本身的薪水 讲是这样讲 很好听 我实际上就是说 薪水不稳定 对吧 就是说他的收入 是不稳定的 他的收入 会根据他的身体情况 而改变 同意吗 就是说他身体不好 生病 有没有收入 零收入 没收入 他情绪低落 被很多人拒绝 有没有收入 没收入 他不想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 自雇人士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是从 比如说从这边开始 他25岁出来做职工人士 他卖保险 他卖房地产 他没有专业的 他出来卖小吃 那么 收入是非常不稳定的 如果做小生意的话 甚至还会亏 很多时候呢 做生意就是什么 做生意的目的就是 还了房租嘛 还了房租过后 可能自己本身一点薪水 都没有 所以他做了十年 发现到 房东越来越有钱 他自己本身越来越穷 是不是啊 这就是自雇人士 然后偶尔这样 到最后呢 手停 口也停 又掉下来 自雇人士 要讲下去 还是很多的 生意 所以很多人就想要 做大生意嘛 生意容易吗 做生意容易吗 你看 这个是公认的 所以我们一讲这样的话 人家就会 先认同了 生意是不容易做的 因为生意不是从零开始 不是从零开始 它是从负开始 是不是啊 你需要投资 要找钱 没这么简单 要储蓄这笔钱 也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三五十万 你不要讲是生意 没有三五十万 都不是生意 三五十万 现在要做生意 都不容易 要看做什么生意 比如说微商啊 这些啊 这些还是属于 自雇人士的 生意是什么 那些大企业 对于他们从小开始的 不过还是需要投资 很多投资 他需要人 需要人才 需要给薪水 需要给很多东西的 一个企业 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 好了 比如说 他跟亲戚朋友借 他跟银行借 如果银行要借他 他把他所有的积蓄拿出来 他跟他妈妈讲 叫他妈妈借他钱 他妈妈从饼干盒里面 拿钱给他 累积了三百 三十万 然后呢 从此以后 一飞从天 有没有可能 你看 他是一个笑话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他变成笑话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是多难 你懂吗 我跟你讲 大部分从这里 他就直接下 永远一屁股债 大部分 这边有很多 很多 你知道这边要上 不是业绩做到就可以的 你还有成本 你还有员工的薪水 你还有很多未知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会发生 好像一个病毒会发生 你马上就完蛋 除非你卖口罩 我这种生意不可以做 是不是 卖口罩的人最希望什么发生 不好啊 这样 会给雷批的 因为没办法 你没有生意的时候 你就希望这样的东西发生 对吗 有生意的时候 你不会想的 没生意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的生存 都有问题的时候 你会开始想 是不是 哇 那个是非常可怕的 不好啊 不好讲 来到这个点 叫什么点 叫做回本 就是它的收入 可以 盖掉它之前的投资 收入 不是业绩 就是业绩过后 扣掉成本 扣掉这个 扣掉这个 收入 可以 cover它之前所有的债 那个是不容易的 同意吗 不容易 收入是不容易的 那做业绩出来 可能 可能可以 他们是非常恶劣的 是不是 非常恶劣的 不只是竞争对手 要你死 所有的人都要你死的 你会感觉到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要能够在这样的 恶劣的环境里面 竞争 然后得到 这么庞大的收入 收入 这段时间 肯定是不短的 是不是 肯定不短这段时间 通常要多久 30万而已 你要30万的收入 我讲收入 需要多久 所以你有没有听过 很多生意的人讲说 我宁愿回去打工 有没有 以前妈妈每天跟我这样讲 小生意而已 每天跟我这样讲 打工多好 多安稳 只有生意的人会讲这种话 因为他们遇到更惨的 要做生意 要打工 要30万难 要做生意 要赚到30万 更难 是不是啊 非常难 你的那种能力 你的市场经验 所有都是 都必须要有的 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位置 你们能够 大概猜一下 大概多久 一般 一般情况 三五年了 是不是啊 三五年回本 所以这个叫什么 我们讲这个叫做 风险 风险 而且这是什么 这是很好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 上 然后很多时候 生意也是这样 在贴成本 在 哎呀没办法 又要照顾员工 员工又不会死 员工死 他跟着一起死 是不是啊 他就是一直在贴 一直在贴 在那边缘这样 有赚一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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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有赚就好 有赚就好 先投资出去 先投资出去 都是这样的 而我一泡上来 喂 买赚一点就好 碰上来 哎可以 买一个办公室 给我们的人更好 就是这样 不要接冰员 然后到最后 手停口停 是不是啊 有没有可能说 哇他做百年企业 五百年企业 一千年企业 有没有 有接触过几间百年企业 有接触过哪几间 企业啊 不是电啊 不是一间小小的电 说它超过一百年啊 企业 很难啊 非常难啊 很多国家 连一百年的历史都没有 国家都没有啊 不要说企业 是不是啊 马来西亚都没有一百年了 是不是啊 独立 没有没有 新加坡也没有 怎么会有百年企业 是吗 他去哪里申请公司的 一百年前 他怎么知道是一百年 绿位也百年企业嘛 讲而已嘛 是不是啊 没有啦 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这么简单 他需要多少知识 他需要读多少书 他需要参考多少间企业 本身去实践 才可以做得到 没有这么简单啊 我不是说 你停了过后 他还会继续跑 你慢慢等啊 直接没有 微软都是这样讲 微软讲 他的公司 微软是全世界 算是数一数二的公司 是不是啊 他们离开 破产 也只是十八个月 好像有这样的一句话 有这样的一句话 战战兢兢 是不是啊 这样的公司是不错 他会去担心这种东西 难怪他是数一数二 是不是啊 所以他肯定是停 你停他肯定停 所以这就是生意的结果 是不是啊 以前我的幅度是比较大 现在把幅度弄小一点 大同小异啦 这是我们要解释里面的过程 和一些例子 我肯定相信你们的例子 可能会比我多 可能会比我好 到最后 直销 直销是倍增的行业 我很想要 讲一个东西 就是倍增的力量 我曾经有讲过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在课程里面有讲过 就是 你要折子当子多少次 它能够动到月球 有听过吗 我发现到很多人不明白 你懂吗 我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教你们一些数学要不要 很多人不要 什么数学 我来做生意的 我一定要教 不然的话你们乱讲 我在大学时期 在一个讲堂里面 坐在其中一个 有一天有一个教授 突然间上台 上台的时候 他就是用这样的OHP Overhead Projector 用那个纸盖住 后面还有一张纸 他用这张纸盖着 他说现在我要给你们 看一个问题 你们看到这个问题过后呢 然后他强调 它不是trick question trick question就是 不是作用你的问题 它是真的问题 那么我要你们思考一下 然后给我答案 他把纸一拿开 下面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英文讲 How many times do you need to fold a piece of paper until it can touch the moon 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什么 就是你要折这张纸几次 折啊 一直到它会动到月球 我原本以为要折纸飞机 第一 它这个问题 其实讲得不清楚 它要讲得清楚 How many times do you need to fold a piece of paper until it can touch the moon 就是说它的厚度 可以动到月球 好了 什么意思 一张纸的厚度 就是这样啊 是吧 这是一张纸的厚度 要多少张纸 我才可以动到月球 很多张啊 是不是啊 因为月球应该是 离开这里比较远一点嘛 是吧 不过它不是讲 多少张纸 它讲说 你要折这张纸多少次 然后基本上 它是要这样折 它是要讲解 是这样 你折这张纸一次 它是这样吗 我折一次嘛 它是两张纸 你折两次 它是四张纸 你折三次 它是八张纸 里面就讲到 倍增的原理了 四次就十六张 五次就三十二张 对不对啊 好了 讲解一下啊 刚才我讲 我没有折的话是几张 一张 我没有折就是 一张的话 然后我折一次是两张 我折两次 是四张 所以两张它是 二 都巴奥福安 什么意思啊 巴奥福安怎么讲 这是都多巴奥福安 怎么讲 二的二次方 这样讲 二的三次方 是不是啊 对 就是八嘛 我折三次 我有八张 是不是啊 那么我要折 几次 就是N次 我要折N次 就是 有几张咯 就是 不是 对 就是有几张纸嘛 对不对啊 不是 几张纸 因为这是八张嘛 四张嘛 所以N次的话 就是我有几张纸嘛 对不对啊 就是我有 总共有几张纸 几张纸乘与距离嘛 是吗 几张纸乘与距离 这个是几张纸 对啊 Do the ball N是几张纸嘛 因为刚才我讲了嘛 OK 这个不对 好 是几张纸嘛 所以几张纸乘与 纸的厚度 纸的厚度 我难怪很多人不会 因为我自己都不乐 好 等于地球 到月球 的距离 Distance 对啊 对 纸的厚度多少 一个cm 除以100 大概是这样吧 是不是啊 你100 你100页的书 大概一个cm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这个是找到的吗 这是对的吗 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多少 8 4 00 km 是不是啊 这个你懂 这个你懂 你唯一不懂的是N吗 是吧 那么N怎么找 你们懂吗 你们懂怎么样 解决这个 这个问题吗 你们懂怎么答吗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这个等于8 我要怎么找N 你们会吗 它需要有一个东西 叫做 它需要introduce一个东西 叫做 Lon 你们听过Lon LN 叫做Natural Logarithum 不过我们通常讲Lon 你们有没有读过数学 这个Lon 你看啊 我现在顺便教你们 跟你们分享 要不要 你看啊 这两个东西 数学是这样 如果我两边都加Lon的话 它还是以过的 是不是啊 它还是以过的 Lon在哪里呢 我给你们看 你看 一个计算机里面呢 它一定有Lon的 LN 有看到吗 这个LN Lon在计算机里面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计算机 算出来的 等一下 我现在这个Lon 我什么都Lon Lon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就可以拿次方 拿下来 把N拿下来 Lon2 equalsLon8 明白吗 看得懂吗 这样N找得到吗 N就是Lon8除以Lon2 是不是啊 然后计算机算一下 是不是三 它就是三嘛 但它是三的话 就是说Lon是对的 是不是啊 我要证明给你们 就是这个 OK 所以这个 如果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现在这个我懂 这个我也懂 这个是地球 现在不是八了了 现在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这个是纸的厚度 对不对啊 我把这个拿过来 我是不是可以找N 我只要两边Lon 是不是啊 那么我找到N 是42 41点多啦 我们算是42 所以你们要学 怎么样算出42 因为我们在做 倍证的行业 是不是啊 我们在做倍证的行业 你自己算不出 42次 则是这样子 好 我不需要半小时 则是这样子 42次 它的厚度 可以动到月球 你们能够想象吗 相信吗 我刚刚证明给你们看 你们不可以摇头 我看到有些人 我刚刚证明给你们看 可以如何找N嘛 纸的厚度多少 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多少 怎么样解决 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我都跟你们讲了嘛 N 等一下你们 计算计算一下 是42 我只要折 这张纸42次 我跟你讲 你折到第五次 就折不了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理论嘛 我们要讲的是倍增的结果嘛 我折42次 这么薄的纸可以 它的厚度可以到月亮 你可以想象倍增的力量吗 还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没有概念的嘛 所以你强调一样东西 第43次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它又倒回地球 它又翻多一倍 你明白 所以人家才会明白 它是有可能的 我已经去到月球了 42次 43次 我又乘二 那个 又回来地球 人家就知道 倍增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明白 好了 那么直销就是倍增的东西嘛 倍增的 这个曲线图 我直接破掉 太兴奋 如果把它画成曲线图 是这样的 如果把它画成曲线图 是这样的 而且它箭头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你一个人的时间 你明白吗 你会完成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你有组织的关系 对不对 是每一个人的时间 很多时候 包括reway在内 很多人都不需要做了 它还有收入了 是不是啊 而且它收入越来越多 当然这个是什么 这是理论 theory 理论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这次把 如何做直销 改成如何做reway 因为理论上 直销是倍增的 一早二 二早四 四早八 对不对啊 它是理论是这样 不过很多直销公司 不是这样 不过为什么reway 可以用这样 因为reway的业绩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reway的业绩的情况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可以这样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说不可以这样 我在电脑系统开起来 我看那个graph 就是这样 而且不是两倍 不是一次两倍 两倍 不是 它是三倍三倍 我们这次一月份就五倍了 是不是啊 去年一月份的五倍啊 开玩笑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说 打工 自雇人士 生意 投资 我会拿来讲一下 就是说 很多人就 投资是跟风的 那个阿姨讲 那个投资 那个我就投资 讲那个我就投资 那个是死路一条 那个是投机 是不是啊 投资 你还是要专业的 而且是非常专业 它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这么简单 我就跟他带过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选择 既然reway可以做到 我开直销公司 可以吗 reway既然可以做到 从零开始 那么为什么 我也可以从零开始 是不是啊 他从三十八万起家 那么为什么 我不要从三十八万起家 我三十七都可以 也三十七刚刚好 我可以开直销公司 那个你就要 又可以说服他 又有东西说服他 你看啊 我们通常 我们以前是做直销嘛 为什么我会出来开 这个就是关键 这就是关键 顺便谈一下 大概有五分钟 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我那一天在日本 我在日本的培训会 有讲过 有一次 讲原则那一场 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讲原则那一场 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你们一定忘记的 讲原则那一场呢 我有讲到格局 原本是台湾那场 讲格局 后来台湾那场 我觉得我讲得很烂 所以我就在日本补偿 在日本补回格局 大部分一个小时 我看格局 不过不管怎样 我看到 组织里面的格局 你的格局 小过你的成员的领导人 你的组织领导人的格局 比你大 他就会脱离你 有没有 还记得我讲过这个吗 你们要去参考一下 那个我讲得挺清楚的 那么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组织 不是说 也不一定是格局 就是说 有时在reway 我们的街聘也会有影响 比如说 我是三星 我一个下线 是凤凰 那么我很难叫 我的下线做东西的 同意吗 同意吗 你说他头大也好 你说他翅膀长硬也好 我们公司就是表扬凤凰 大过三星 是吧 慢慢他自己本身会觉得 你来教我做东西 你自己做到再说了 你懂吗 多到四到 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很难 在你的组织里面 跟你一起配合运作 同意不同意 当然我们讲阶级 当然也不太准确 不一定说 他是三星 你是凤凰 你就比他厉害 不一定了 因为那个是街聘 那个还是一个很 可能你的市场 刚开始比较好 有可能的 我之前的市场是很烂的 可能我 这一时三刻梳理 不过当组织大的时候 当领导人 领导人之间的组织 都很大的时候 那就牵涉到格局 有时候 就是我现在想办的会议 是五千人 我的上线 不敢 我上线怕 要出很多钱 你知道吗 等一下没有人来 我身为一个下线 我听我上线人讲 不要紧 我自己来 是不是 我是下线 我一定是这样的 我前就是这样的下线 不要紧 放心 我自己来 我怕 五千人 他坐在那边 静静 又不敢出钱 什么都没有配合 我的格局比他大 是不是啊 我想做的比他大 好了 当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还会让他来带我吗 我说他还有办法带我吗 他已经没有办法 给我很积极 正面 很多很 很好的方式 没有办法 因为我已经 多多少少 已经格局方面 想做大的那种格局 已经超越他了 所以很自然的 我也不用太过刻意的 我就自己运作了 是不是啊 有他没他 不关我的事了 好了 为什么我讲这个 因为公司也是如此 当 直销上的格局 大过公司 他就会出现另外一家 直销公司 因为我已经 支持不到你了 我不够你来啊 你做的比我还大 你想要说 National Stadium 七万人 我不够 我不够 老板 我要去月球 做十五万人 哇 月球 我有点居高 没空气 我怕死 如果我这样讲的话 就会有多一间 直销公司出来 是不是 他或者就会去 找多一间 格局更大的 直销公司来加入 是不是 不过相信我 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你一位 能力 可能会输 能力有可能会输你们 因为有些 某些人专业 我肯定不可能 每个都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能力方面可能会输 资力方面 也有可能会输 不过格局方面 你不用比 格局方面 你不用比 而且 你要来开一间 直销公司的话 你要走回 同样的一条路的话 你还是做直销好了 我的建议是这样 我是最有资格 讲这句话了 是不是 因为我都想成为你 因为我都想成为直销商 我退休的那一天 我来做立位直销商 你明白吗 什么非洲 我一定要退休的 因为这是 做长久的一个 其中一个关键 能不能够做 过百年 过五百年的一个 关键来的 我一定要退休的 然后时间到了 那个时候 我一定要退休 一定要找到对的人 一定要栽培到对的人 然后不用担心的 只要我没死 我一定还在 我一定做立位的 我跟你讲 而且我一定会从零开始的 我一定会从零开始 真的 因为很爽过瘾 需要说什么 没有啦 我一定是公司的线的 不用讲 不然就真的抢线了 你们 不可以 而且我一定要离开 一年后才可以回来 这是公司的规定 公司的员工一定要离开 一段时间才可以 讲是这样讲 你看 这是直销公司的 就是我们的格局 你看 我们的公司的格局 甚至直追国家格局 是不是 我们公司的格局 直追国家格局 单单我们讲会议就好 哪一间公司的会议比我们多 哪一间公司的会议比我们大 不可能啦 没有啊 我没有遇过 也就是说 现在直销公司的格局方面 我们是最大 唯一会超越我们的 就是我们日备人 不过我现在看 还好 我多希望啊 我多希望你们可以来 都单单讲到说 对会议的投入 对会议的那种 付了钱 我们想要做到多大的那种 那种意愿 没有可能会比公司还要多的 是不是啊 你可能会讲说 哎呀公司赚多 No 不是的 不是的 你又知道 你又知道 很多直销商赚的比我多啊 我们赚了也是那一点点 有是亏 有是赚 有是亏 这里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出的啊 是不是啊 其实工作是跟你差不多一样 不过很多人就 哇 要做到那个 哇 要租那个场地 哇 很贵 哇 要请那个event 哇 很贵 哇 回去计算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了 这个不是 也不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有时候突然间 要找一个场地30万 你要不要租 哇 你自己都会 哇 你会怕吗 会不会 不会啊 会 蛤 肯定会吧 我管你多少人 你都会怕了嘛 难说的嘛 对吧 你为30万 租那个场地过后 空了就可以开始了 做一次这样的会议 单单LED 单单音响 灯光 算百万啊 零食工呢 那些零食工啊 拍门啊 带位啊 通常你看我们 review一个event 多少后面的人 多少工作人员 几百人啊 那些人都要薪水的 对不对啊 台上那些 那些 那些摩的 对不对啊 上面跳舞的那些 全部都是钱啊 是不是啊 每一个video出来 都是钱啊 你要做过 你才知道多少钱 你去试试看 然后你说 哎呀 公司赚钱嘛 所以公司会这样做 唉 不要啦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啦 你也赚钱 为什么你不这样做 对吧 所以跟赚钱 不赚钱是无关 跟格局无关 是不是啊 所以 如果他想开一间 制造公司 你可以这样跟他讲 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OK啊 OK 然后继续参考2014年的 好 而且还有前面多一个的 然后一上YouTube就有的啦 一定有的